字幕志愿者 李时乔 大家好 今天小学堂要来认识的是李时乔老师 台湾第一代系画家 因其一生的绘画永不停止 求新求变的毅力 不断超越自我的精神 而有画家中的画家 台湾画坛的万米仓跑者等美誉 李时乔早期创作 以人物化为主 而后改以纯熟的写实主义风格 创作反映时代 社会现象 表现对时事及对土地的热爱 作品市场口 描绘菜市场的繁忙日常 光线刻意投射在画中央 穿着旗袍的女子上 背景人物多而不乱 人物姿态表现自然 作品台北桥 现存李时乔最早的水彩画作品 但水河与乔架表现出极佳对比 从事艺术创作就好比是参加赛跑 还没有抵达终点时 是不知道胜负的 从那一天开始 我一直在重斥 他始终秉持着这个信念 作画到人生最后一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meets呃订